陈亚南发长文官宣和大一哥儿子解除婚姻,并描述近期和婆嫁人关系将到冰点还被人跟踪,甚至嘴里被塞进袜子等不可思议的遭遇。 大一哥家里曾经付出房子、车子、彩礼等等,陈亚南承诺如数归还,并称和小伟的关系像是姐弟并非爱情。 大一哥经纪人终于回应了,称,真心的希望不要再拿归还某些东西去搞事情,让大家的心都静一静吧。 大一哥经纪人说得很明显,奉劝陈亚南不要再拿大一哥家里的人合适做文章,让他自己好自为之。 评论区里大一哥经纪人也透露了很多信息,没人说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,这个婚礼定了。 有网友说,陈亚南是带着目的性去嫁,嫁过去不好好过,就说小伟没担当。 大一哥经纪人回复,说得好,陈亚南已经换了头像,也删除所有和小伟有关的动态,不管怎么样,好聚好散,各自安好吧。